于池湘五城堡长青会日前举办第七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现场嘉宾运机 先议员肖志全也到场共襄盛举 于池湘五城村的五城堡长青协会 今天召开第七届第一次的会员大会 来选举新任的李监士的人选 由我们吴哉树先生来当选新任的李市长 我想除了新跟特曼所有新当选的李监士表示恭喜以外 也对五城堡长青协会 他经过历届的我们李市长跟常务监士 以及所有的干部大家一起辛勤努力 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下议员也指出五城堡长青会 平时推动各项事务相当认真 尤其从阳节快到了 也祝福全体会员从阳嘉节愉快 相信五城堡长青协会 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 新任的人选一定会秉持以往的传统 继续为我们的会员来争取福利 也预祝他们长青协会能够会晤长老 我们久久重阳节也借这个机会祝所有长辈们久久重阳 快乐健康久久 现任员王叔叔表示在经过投票后也产生新任理事长以及干部 向来感谢常新会的用心与付出 今天我们的日立乡五城堡 今天是来选择我们第七个的立甘书会 今天是来参与我们新的会长和我们所有的理监事 今天是来选择我们的救救中阳资 今天是来选择我们的救救中阳资 新任理事长由吴寨树先生当选 议员们除了表示恭喜外 也祝福全体的会员崇洋佳节愉快 记者邱平易于此采访报道